大家好,我是艾菲尔 为你播报 1月2号到1月8号 我们进入到了2023年 那么在这一周的星座运势 以及这个天象当中的变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开年的时候 来为大家做一个运势的分析 那么首先一开年的这一周呢 有三大的重要的星星 来为大家来公布 第一个是金星和冥王星 在摩羯座合相了 那么金星大家都知道 跟爱情有关 跟财富有关 那冥王星本身是运势当中 或者是星象当中 我们所谓的凶星 当一颗吉星金星 跟一颗凶星冥王星合相的时候 代表这一周 在爱情的部分 或者是在金钱的部分 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波折 或者是会有一些 比较多的动荡 在新开年的时候 大家都期待说 有没有一些发财的好消息 我告诉大家 本周还是要比较谨慎 喜欢投资的朋友 喜欢求财的朋友 在这一周还是要注意一些国际当中的一些新的动荡跟变化 那么要注意了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消息是在本周发生的 是金星会在本周顺行进入到水瓶座 那么水瓶座它代表的是一颗 这个座位它代表是一个革新一些变动 所以金星代表财富 那么国际当中会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这个 促进这个全球景气的一些措施呢 我觉得在本周可以做一个观察 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现象是水星 是逆行进入到摩羯座 那么一开年的时候就遇到了水星逆行的时间了 那么这一波的水星逆行其实是从2022年开始的 是从2022年的12月29号逆行 要到2023年的1月19号这一周 所以整体来讲在跨年的这一周 其实就是进入到水星逆行期间 那么水星逆行都会跟一些交通的问题有关 都跟一些航运的问题有关 都跟一些航空的问题有关 所以整体来讲在跨年期间 仍然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 那么来看一下观星 我们十二星座每一个人的一个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 请大家参考太阳星座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个人在这一周会发生哪些好事跟坏事的提醒 来 母羊座的朋友进入到新年的这一周 适合做安排旅行的生活 那么感受到生活轻松的能量 那么金牛座的朋友在这一周是金钱财富 是一个变动的时刻 所以请大家做一个整年度的财富规划的时候 金牛座你一定要注意今年不能够乱花钱 那么如果落花钱的讯息有可能从本周开始 双子座的朋友则是职场的发展 要进入提升专业的这个能力 那么在这一年的新的这一周的时候 做一些新的学习的规划 对双子座的朋友来讲是非常好的 那么巨蟹座的朋友建议你要无私的奉献 福报才会出现 那么无私奉献是什么 就是说你不要去计较为家人为朋友的付出 那么慷慨的不失你都会发现 对于你整年来讲福气都会非常的好 来 狮子座的朋友本周是身心的平衡 健康优先 那么狮子座从去年2022年开始到今年2023年 都会非常注意关于你的健康的部分 那么这一周仍然是身心的平衡会健康优先 来 初女座的朋友则遇到了感情的乱流 会影响到心情 那么初女座的职场的爱情当中的一些乱流是什么 当然是新欢跟旧爱的问题 那么请初女座的朋友要特别小心 来 天秤座的朋友则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 责任难逃 天秤座为家人的付出 为家庭的付出 不管付出金钱 时间 体力 都不能够有所抱怨 这就是你的甜蜜负担 来 天蠍座的朋友则是父母的健康 要加倍关心 天蠍座不仅仅要关心自己的健康 父母的健康 小孩的健康 子女的健康都要特别地关注 尤其疫情期间要打疫苗的人 还是要赶快去打疫苗 射手座的朋友本周注意的能量 是专注于财富的部分 顺利地累积金钱 摩羯座的朋友建议你要启动梦想 态度更积极地去面对新的2023年 水瓶座的朋友则是筹备 酝酿 等待时机 各方面的一些机遇暂时都还没有出现 贵人也还没有出现 所以本周心平气和 表现出一种处之泰然的态度 来面对新的一年 双鱼座的朋友建议你在新年的时刻 要多交朋友创意人生即将展开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座运势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观看